一夜之间 马斯克竟然成为了中国AI圈的小迷地 频频为咱们站台 先是在联合国大会上高调表示 中国在AI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正在冲击第一 随后的全球AI安全峰会上 更是甩述金句 如果中国不参加 这个会议将毫无意义 不得不说 马斯克的表态 成功把对中国AI界推到了风口浪尖 难道说 中美AI行业的天平 正在悄悄向咱们倾斜吗 要解答这个疑惑 就不得不提AI行业的现状了 一个比较可靠的观点是 AI的理论研究正在陷入僵局 9月 红杉资本的David Kahn发布文章称 现在AI行业说不抵制 至少需要赚它个1万亿人民币 才能收回成本了 变现压力爆棚 可与此同时 AI行业发展进入深水区 进展缓慢 比尔盖茨直接爆料 GPT5比GPT4不可能有本质的区别 于是 为了拉财有商 获得投资等 恶毒的商战打响了 前段时间谷歌最后的希望大模型 Gemini丑闻传出 为了让自家模型的分数比 GPT4好看 在测试方法上就动了些手脚 某科研团队也曾发布过技术报告 里面明晃晃地 指出了大模型刷榜的乱象 于是 商业化落地成为了目前 AI发展的胜负手 这一回 咱们开始有优势了 因为 咱们国家的投资方式 也就是新型举国体制 有独特优势 在美国 一家AI初创公司 需要在营销上投入巨资 期待产品一炮而红 然后回本 非常像一种赌博 反观咱们自己呢 在包容审慎的产业政策下 地方政府通过基金等 更现代化方式入场投资 同时 大量政府订单为AI应用落地 提供了缓冲空间 于是乎 在国家机器的轰鸣声中 不少科技平台企业 比如阿里 更是给AI商战的打响了第一枪 27号在北京举行的 AI发展与治理创新研讨会里 阿里一口气掏出了三张王牌 简直要把AI圈都给炸翻了 在外貌 看病 拍剧领域 阿里巴巴正在用AI技术 突破这些传统行业的天花板 其中一个 准00后外贸商家 案例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黄凯是一位 99年出生的外贸公司总经理 从不懂英语 不懂业务 没有渠道 把店做到了行业Top3 月均销售额300万 他的业务员 以前最多一个月 卖三个贵的货 现在可以卖七个贵的货 这其中的秘诀 就是运用了AI工具 他率先吃AI螃蟹 让他抢先收获了红利 目前AI爆发式增长的起点 正在到来 要知道 AI商业化最大的问题 不在于想法够不够多 而在于是否有丰富的落地场景 和成熟的数字化营商环境 这恰恰是我们国家的优势 毕竟我们的消费互联网发达程度 连美国也比不了 不得不说 在以技术和创新 作为关键词的宏大叙事里 我们都能看见 对人才毫无保留的尊重 以及十年如一月的坚守 从方方面面看 阿里都在扮演着这个角色 从电商开始 到金融 物流 云计算 阿里一直走在中国 乃至世界前列 假使中国公司 能够站在通用人工智能浪潮的前线 阿里大概没有理由 不成为主角之一吧